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带某某学GGV 我们要来做这个同底等高的三角形面积 某某 你现在看了这个低点在动的时候 有什么变化吗 就是低点在动 就形状在变 对 形状在变 但是面积不变 如果今天从三角形的面积公式来看 这件事情当然很自然 但是呢 同图形上看到它这个不变呢 我觉得还是有点神奇 尤其第一呢 拉得非常远的时候 这两条这么长 它的面积呢 还是维持不变 我最近听到呢 跟自己操作看到呢 其实那感觉还是 那个震撼呢 还是让是有的 今天就想要让每个小朋友呢 真正的能够做出这样的这个操作 好 那所以其实要做这个操作呢 我们一开始就要先分析一下 我们这个图形的这个结构 所以这图形呢 我们可以说一下它结构是怎样呢 有两个三角形 对 有两个三角形 那上面这条呢 是怎样线 有条平行线 对 这是平行线 那这里还有一个高 其实平行线呢 最大的特性就是什么 就是这两条平行线的距离呢 是保持不变 所以才会有面积不变的这个特性 那现在我就带大家先画个三角形 再画一个平行线来做看看 那要完成这样的操作呢 完全不用下载软件 直接在网上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一开始呢 进入这个Jochipa的这个官网 好 那接着呢 点这个右上角 我们开启这个Jochipa的经典 好 那一开始呢 就进入这个Jochipa的视窗 那左边是代数区 右边是绘读区 上面呢 还有一些这个小工具 我们今天要用呢 就是用这个多边形工具 那多边形呢 它可以画三角形 我们这边先点一下A 再点一个V 再点一个这个C 那再拉回来 这样子呢 这个三角形呢 就出现了 好 那我们这边呢 点选移动 那三角形呢 这里就可以动来动去 刚刚我的点呢 是在轴上点的 所以这边都只能在轴上动 那要如何绘制平行线 从上面的工具里面 点一下 这里有个平行线 接着点C点 再点这个边 那接下来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平行线上再点一个点 好 点这个新点 那在线上呢 点一下 好 那接着再点选这个移动 好 那这个点呢 你刚刚在线上点的话呢 它就只能在线上动 这样子就有平行线上的一点 接下来 我们再利用这个多边形工具 再来绘制第二个三角形 把三点一式点选 第二个三角形呢 也出现了 其实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呢 在这边就显示了 我们可以利用这测量工具 点写面具 点三角形 再点另外一个 这样子两个三角形的面积都出现 为了让视觉效果更好 我们可以改变它的颜色 连选三角形 点右上角 那这边呢 可以变成这个绿色的 那这个字呢 也可以改成这个绿色 接下来点第二个图形 这里呢 可以改成蓝色 那这个字呢 也可以改成蓝色 那对这个线段呢 我们也可以改成这个虚线的 为了让画面更清楚一些 我们可以将这格线呢 藏起来 按右键 点选这边 那其实要了解这两个三角形 面积相等 最重要的就是高 所以我们再将这个高画出来 所以一开始先将这底边呢 先延长 连直线 接着点选这个垂直线 选低点 再选这个垂直线 接下来再用这焦点工具 选择这焦点 一般呢 我们习惯把它命名为H 重新命名 这边改成这个H 对 那对于原本的这个线段呢 我们可以把它藏起来 按这个显示 接着再利用这线段工具 把这两点连线 然后再从这个样式里面呢 切换 使用GGB要完成这同底等高三角形的探究 其实不用五分钟就可以完成 也欢迎尝试用GGB来探究一些 小学中学中的几何问题吧